蝴蝶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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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呢我们得检查一下 从上面开始检查 上面这片叶子呢很厚 也很硬 非常的健康 那往下锁的第二片叶子呢 也是挺厚的 也是很正常很健康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往下第三片叶子 这片叶子呢就有一点软软的 稍微薄一些 并且呢这个位置还有一点皱纹 再下来我们就 到了下面这片黄掉的叶子 这片叶子呢一叶之间黄了很多 它上面呢很多皱纹也很软 不过呢它没有黑斑 也没有黄斑 也没有腐烂 只是呢有点发皱 有点黄 然后两边还有一点绿色 这个位置呢分开了 剪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那个进步呢 另外一片叶子呢 也有一点点开始发黄 这颗兰花的种植方式呢 是拌水培 在过渡到那个全水培的过渡时期 之前呢跟它用过那个香蕉皮的水 有分享过它里面整了一条新根出来 用了几次香蕉皮的水 我就跟它停用了 平常呢就把它挂在窗夹上面的 通常呢兰花的叶子 就出了问题 那我就会先检查叶子 然后再检查它的根部和进部 好接下来呢要把它拿出来检查 我平常呢把它绑在这个管上面 挂钩上面 我怕它在里面动来动去 等一下会伤了它的根 慢慢把它拿出来 然后就要准备跟它检查 根部和进部是不是有问题 它这个新根是新长的 上次有做分享 然后呢要每条根就检查一下吧 它这上面的黑色的呢 是当时剪的 修完根就这样子 尽量的保留的嘛 这些软的根呢 等一下就会把它修掉 我发觉这个地方有点黑点 这个根是软的 等一下要剪 然后这个黑点呢 我想不是病菌就是细菌吧 反正这个叶子已经黄了这么多 就把它去掉 把它这样一丝 然后呢 记得要把进部那个位置的叶子 把它清理干净 它是不是很简单粗暴 就这样子撕 哦 撕完以后呢 看到这边有一点黑点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黑点 刚才的叶子不是这样长住的吗 然后旁边这个根这里 还有一点黑点 刚才呢 不撕下来看不到黑点 当你撕下来以后呢 你就看到那里有个黑点了 叶子有一点发黄的这个位置 检查根部检查进部 就这样子检查 它这里面怕它有细菌坏菌的 也把它去掉这片叶子 哦 刚才不小心把这个新根的皮给弄到了 真的是简单又粗暴的动作 啊 撕下以后看到它的进部还行啊 但是它这个根呢 这个是一根是硬的 但是下面里里下面里里有一个黑点 接下来呢 就来看看它的根 这些软的根呢 我就会把它先初步的剪一下 嗯 每一条的样子检查一下咯 刚才还有一条 哦 这条也要把它剪掉 先呢 初步的检查一下它的根 然后再看看是什么样子 啊 先呢 剪了两条根下来 等一下我会把下面以前说可留可不留的那一扎根剪掉 现在最主要的呢 是要来处理它的进部 有人说养男先养根 其实养花的进部 才是养花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所以养花的进部是它输送养分的一个通道 当它的通道出了问题 那怎么提供养分到上面呢 如果下面的根多么漂亮 那它的进部出了问题 输送不了养分到上面 那上面的叶子就会耗尽它的营养 耗尽它的水分养分 然后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还有呢 这个进部也是长根的地方 没有进部它怎么长出根来呢 有没有试过以前呢 在处理进部的时候不舍得 一点一点的切 切到最后剩下一片叶子 叶子呢 还好好的 就是长不出根来 因为它没有进部了嘛 怎么会长出根来呢 对吧 还有呢 现在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香港的天气是特别麻烦 过去十来天呢 几乎是每天几场雨 然后呢 温度是二十几度到三十二三度 湿度呢 是75%至95% 在高温高湿也没有什么风的情况之下 那根部和进部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呢 在这种环境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兰花 好 现在呢 要来跟它擦肉桂粉 这是肉桂粉 我把它装到这个容器里面 有朋友问我什么是肉桂粉 就是这个超市就有的卖调味料来的 我现在呢 要来把它受过伤的地方 跟它擦一点肉桂粉 刚才这个心根呢 这个根脂被我弄伤了 所以要帮它擦一点 不过要小心 不要弄到心根上面 要不然呢 你的心根很容易干瘪 这个肉桂粉呢 没有消毒的功能 只是说呢 让它的伤口尽快的愈合 不容易溃烂 现在呢 要说说注意事项 像我们这个天气 这个气候差不多的男友们 就要注意了 特别要注意你的蓝花 这个叶子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属于正常的一个叶子 发软啊 变黄啊 属于正常的 但是遇到这种季节 那就要注意一下它的根部进步会不会出问题 然后呢 还要注意一下的就是水培蓝花 泉水培的那种 泉水培蓝花呢 其实对环境的变化非常的敏感 遇到这种高湿高温又闷的环境的话 你的泉水培蓝花很容易出现难根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呢 泉水培的蓝花呢 最好呢 是跟它增加裸根的次数 就是让它多一点裸根 甚至呢 我会把它转成拌水培 拌水培是每天都要落根 然后呢 拌水培呢 泡水的时间 我不泡五个小时 我会泡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因为呢 还要说一下那个戒指种子的蓝花 如果你是戒指拌水培的 这段时间呢 最好就是跟它喷一点水就可以了 不用跟它泡水 不要跟它蓄水 然后要说一下那个水苔种子的蓝花 水苔种子的蓝花呢 遇到现在这个天气 这个气候呢 最好呢 就不要跟它泡水了 它实在是很干的时候 你就跟它喷雾这样子 喷一点水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气候是高温 高湿 有不通风 对吧 就很干很干的时候 你对着它的指料 跟它喷一点水 如果太湿了 湿度这么高 它的水分很难挥发 那么这个水苔里面就容易长细菌 然后引起烂根 烂进步 在这个时候 这个气候你再去处理它 像我现在处理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遇到这种天气 我会让它的伤口愈合了 再跟它喷这个万能护理液 也就是算着那叫水 叶子的正面反面 然后进步根部 跟它喷一次 跟它消毒杀菌 另外呢 在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 这个天气 南华很容易种结构虫 红蜘蛛 那我的方法就是 用这个万能护理液 也就是算着辣椒水原液 跟它清洁叶子的正面反面 预防红蜘蛛结构虫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